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线上巡邏远警 日前在志强路和国富时街口停等红绿灯的时候 撞见前方轿车副驾驶座随手乱丢烟蒂 而上前盘查居然意外揪出驾驶人 这个接戏男子他是一位毒品通气犯 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线上巡邏远警 日前在志强路与副国时街口停等红灯 没想到就在这时前方白色之小客车副驾驶座 突然丢出一只烟头 于是警方立刻上前盘查 警方要求车上三人出示证件 没想到开车的29岁接戏男子 却不肯配合乘机逃跑 一路追逐大约130公尺后 还是敌不过警方的飞毛腿 经过查证原来他是名毒品通气犯 远警立即上前拦查 当场查获接戏单驾驶为毒品通气犯 同时在车内找出开山刀 短柄武士刀 西瓜刀 南波刀各一把 二级毒品 咖啡包七包 总重12.9公克 远警立将流姓 朱姓两名男车客带回 接戏男子在今年3月 遭华联地检及地院发布通气 没想到逃了将近3个月 最后却栽栽乱丢烟地的组队有手上 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及社会秩序维护法 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移送法办 而警方同时也会进一步追查 毒品的来源及流向 记者徐立青 吉安相报导